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因为它原来是由这个等级差造成的 你比方说黑奴 它是从那个非洲运过来的 所以为这个事美国为了废除这个奴隶制呢 打了一场大仗内战 南美战争 就是说它所谓的说没有民族问题 这个应该是个伪命题 它所说的没有民族问题 其实是没有其他的那些传统大国的民族问题 那你像这个我们举个例子 前苏联 前苏联的民族问题 比方说乌克兰和这个俄罗斯 在历史上呢就是苏联刚建国的时候呢 因为苏联是个多民族国家嘛 当时呢列宁斯大林呢 它必须要是起码呈现出这样一种景象 所谓的五族共和 就是各民族人民都支持新的苏维埃政权 所以当时呢它给各个民族呢 说你呀穿自己的民族服装 保留你的民族语言 这个从文化上来讲呢没有错误 但是大家要记住一点 民族之间要想求得和平 差异化越小越好 就我和你越一样 咱们就容易融合 我和你越不一样 非我族类七心碧 就咱俩本身语言 生活习惯 包括穿着打扮完全都不一样 那很容易我跟我打扮习惯一样的人走到一起 而且你说什么我就会想 你跟我不是一条心 所以民族融合有个前提 混杂的居住 中国历史上多次民族融合 像魏晋南美朝像什么时候 都是混杂到一块 你给分的越清楚 越强调它本民族的东西 独立呀又什么这个 往往对民族融合也不容易 美国后来就是民族问题比较少 跟什么有关 它就是现代化的这种车轮碾压过之后呢 大家高度的融合 你中有我我中有你 居住地受的教育 几乎都是整齐化一的 而不是分成三六九等 所以从这点来讲 就美国没有我们通常 硬上说的民族问题 是它的现代融合带来的 你去过美国吧 去过 对那个国家的感受怎么样 那比我们的经济呢 是肯定发达很多 文化上也更加多元 就各个方面来说 美国从精神世界的开放程度 这是肯定是人所控制的 但是这个事情你我们怎么辩证地看待 你像我 有人说你有这条件移民什么的 对啊 很多名人会去美国 我永远不会去那边 为什么 我到美国谁听我说说 那你的华人呢 还是我刚才说的那话 这片土地有再多的不如意 我也爱它 你注意我爱的不是说所谓的国家 而是民族 这片土壤 就你从这生的 你像我一听着 当当当当当 这一段 这大鼓声 我就爱听 我一听唱经济 耳朵就能扎进去 我一听各地方言 我也喜欢的不得了 这点我不可能在国外获得 这是你的根 就我这方面不掺杂任何的 所谓意识形态的东西 就单纯从你自己流淌的血液 爱好和根上的基因 我跟这片土地分不开 我可以负责说 谁走我都不会走 就死我也死 所以很多人的爱国 是基于这片淳朴感情 绝对不是基于一些 所谓的更高层面的 意识形态的东西 他爱国特别纯粹 好 刚刚唱得还不错 好好唱一个怎么样 那不是唱 好好唱一个 你唱 唱一个什么 好好唱一个 我给你唱 你没听过的 你什么我都没听过 你唱 王维有首诗 未成朝雨一清晨 克舍清清柳色心 劝君更金一杯酒 吸出阳关无故人 这个古琴举馆呢 叫阳关三碟 你知道中国古人呢 在唱的时候 有种方式叫行音 音送音唱 我唱的就跟这类似 我待会儿露两嗓子啊 来来来来来来来 唱的不怎么地 您凑着听啊 阳关三碟 清河皆当春 未成朝雨一清晨 可舍清清流色心 全君更金一杯酒 全君更金一杯酒 西出阳关无故人 双夜雨一清晨 双夜雨双晨 春行 春行 长途越过冠军 惆怅一次身 离苦心 离苦心 简难苦恨 一字真 一字真 好 好 结果看底下 网友真实评论 骂声一片 我唱这没表现 就是说明 说明我很有文化 好听 我不是新环大道选手 为什么我是评论 你会唱流行歌吗 流行歌你 你毕竟当年 咱是编过大奈格谈的人 到谁 这个流行歌是那样 我本身就是个曲库 就是那个时代 几乎所有的歌 我差不多词都能记下来 因为当时跟保利金 跟滚石公司 我们都有一些联系 流行歌 你喜欢粤语歌 我给唱一个 你们谁都不会唱的 你有本事的 你大伙能唱的 政治化当年有一个歌 我就说说 我说我要参加 我爱记歌词 行吗 也没问题 这个歌叫 你的灵魂 怎么唱的 你看 我学一遍 你的灵魂在我的身边 萦绕着美丽的幻梦 你不要醒 荒谬的世界 唯一的真理 却是你那单纯的消耗 我绝望的流水 不再等待的 奇迹如同 黑暗的青春 点缀 孤零零的心 到封闭的角落 梦想窥探的烟 仿佛天使般的 振造不下邪恶的火 祭死你这歌 我的天哪 因为我当初有瘾 这东西就是可能有的 观众朋友会问人说 你这寄东西寄什么 对啊 我有瘾 就这东西一有难度 我就想寄 他就跟你解数学题似的 有些学霸就是 这数学题也解不开 他得死去 他有这瘾 记忆的东西 都会有忘的时候 你就没有忘的时候吗 或者你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呢 这个问题好解决 比方说那个 我前两天呢 就是突然脑海里 蹦出王伟一首诗 叫做那个 晚年为浩静 万事不关心 哎呀我想 下联是什么呢 松风吹节代 山月照弹琴 欲问穷童 李渔阁入谱深 中间那一联是少 脑位短路 想半天 好像有个空之反救灵 那上边是什么 不能过去 马上在网上找答案 一看 这个晚年为浩静 万事不关心 自顾无常侧 空之反救灵 松风吹节代 山月照弹琴 欲问穷童李渔阁入谱深 因为我从小 被古诗词 我也写 我不能允许 我寄过的东西 有什么地方忘 只要脑海里 短路了 马上现场就解决 你像同时 比方说 咱随便寄的东西 你像那个水浒 说咱108将 是谁 我脑海里崩着 这个人外号是什么了 不能让他含糊过去 只要我想不起来 马上查 绝对不让他过去 再有一个 这事我想把他记住 怎么办 好记性不如烂笔头 他写起来辛苦 但是好记性 也不如碎嘴子 我随便找人 得问一对 有人爱听 有人不爱听 我找他爱听我说的 我给他讲一遍 你看 咱说这茶叶一喝 说老梁你这么爱喝茶呢 卢同的饮茶歌 一碗喉无润 两碗破孤闷 三碗搜哭肠 唯有诗书五千卷 四碗发情汉 平生不平适 记相毛孔散 五碗击鼓青 六碗通性灵 七碗吃不得也 微绝两立息息 清风声 我过两天 肯定要做茶叶节目 我在这拿你们捣不捣 说白了各位 成了我加强记忆的工具 这就是说 好记性 不如烂笔头 也不如碎嘴子 所以一定要反复地复习 你肯导书 你才这么说 说广告说 每个女人 每个月都有那么两天 不舒服的日子 我告诉大家 男的也有 这个是心理上的 我比方说 每个月有那么一天 我突然心情很烦躁 我用什么方式 排前我的烦躁 我在屋里 从这头走的那头 把小时候记的 唐氏三百首 三十四家文集 古文观旨 悬庸伦梦 这东西 我背一遍 或者我在那 想起哪个向吉普 1987年 安徽蒋日良 对湖北柳大华 在盘旗 中炮骑兵 对平马 平炮对车 走出新变化来了 我再摆一遍 就这个过程当中 你就把精力都挪到这上去 其乐无穷 就排前了你烦闷 所以有的时候 说人把自己的内存 变得大一点 一点汗水都没有 当然我这糖分太高 我糖量病了 这是另一回事 就说这个东西 记忆对人真的有好处 它是个净化心灵的过程 我跟很多年轻人提出来 我说你怎么提升 这方面的东西 不要制定宏伟目标 我今天报告班 明天弄个什么 我学个外语 MBA 没用 目标越宏大 你越实现不了 因为你会被这个宏大 给吓着 我们每个人都很渺小 我们不是巨人 我们不是老虎 我们就是小兔子 那么小兔子 有增长自己能力的办法 就是我今天 发现了一个胡萝卜 我吃两口 我得想起来 第二天那胡萝卜在哪 比方今天 你看这个老梁在这直播 可能讲的东西 是你没接触到 你不知道的 你比方说我今天跟你讲 炒股啊 大小飞减持 大小飞减持什么意思 你赶紧问 问会了之后 第二天早晨 一睁眼就醒了 昨天我长什么能力了 大小飞减持 我知道了 说三年是小飞 五年大飞什么的 把这个概念记住了 那么你每天都知道一点 你过去不知道的东西 一年下人得积攒多少 这就进步 不要定什么宏伟目标 宏伟目标容易把你压死 你自己会背多少条唐诗 你有数过吗 牵手是肯定有的 唐诗三白兽 你会被牵手唐诗 唐诗三白兽呢 不是说每一兽都会 不是按手背的 但我背的总量 就是肯定超出三白兽总量 就是有些很边角杂劳的 因为我那时候是怎么学习的 我给大伙举个例子 就是我爷爷是在 我上初中的时候过世的 他虽然过世的 但是我学了一种什么方法呢 就是我阶段性解决个问题 比方说这个暑假 21天 我一算这暑假干嘛呢 把毛泽东诗词和鲁迅诗词 我抄一遍 抄完了干啥 把他全背下来 就地毯式的推 下一个寒假 李商隐那诗 我全推下来 无提那些啥我全能背 我甚至能照这个写 布他的运我来贺两手 背的时候怎么背呢 很多人背就背心 我有同学就是 他就背诗词就背明镜 上一句就都不知道了 我是全背 人生到处知何寺 鹰子飞红踏雪泥 这个 那个老僧一死 撑心塔 坏被无忧见就体 往日西区金济府 路长人困简历死 后面不出名 我也跟前面明镜一样背 背毛主席诗词 我是怎么背的 我说我非常热爱毛主席 毛主席万岁 毛主席诗词词 我从头到尾 没有奶给我拉过 而且住节我都能背 你表着怎么背 于家傲 第一次反为脚 万本双天 红蓝曼 天明怒气 冲消汗 沃满龙岗千丈岸 其声换钱都卓了张慧赛 二十万军冲出干 风炎公鬼来台边 唤起农工千百万 同行干 布州山下 红其乱 布州山下有个住节一 我说住节一 毛啊 就毛主席当时说的 住说不一 我取淮南子天文兴玉说 天清西北 故水辽尘埃冬延 地不满东南 故热星辰细言 公公投储不中山 公公死了没有 看来是没有死 公公确实胜利了 这是他住节一 就是你要背 就把这个全背下来 没有死角 这样的话 你对这个诗词 就会产生类比联想 当有一天你要忘的时候 你因为想起这住节 全是你都想起来 那全忘了的时候 你有吗 没有 但是诗词这东西 你总会记住一两句 一串联就都起来 所以主席诗词 我基本上是每一句 我都没 还有一些冷门呢 像学鲁迅诗词 是有点功利心 因为我发现 我周围成年人 背毛主席诗词 我们的长辈都能背两手 很多 但鲁迅诗词 他们都不知道 我就做到没死角 把鲁迅所有都 背一个 你像 曾经秋树林天下 赶遣春文尚比端 沉海苍茫 沉白感 鸡风萧瑟 走千关 老贵大字顾普进 梦坠星空发指寒 耸听荒机偏去墨 起看星斗正栏杆 这你没听过吧 你要都听过 那就没意思了 肯定有人听过 有有 那就有 像什么 韵娇华盖一盒球 未敢翻身以碰头 就这个 破冒遮延 过闹事漏穿灾酒 有人说 我要想成为梁老师 我能背什么 我问你简单 这很有意思 我也跟大家交流一下 这个事 有些诗词 没意思 在国家领导人 级别人里头 诗词水平最高的 毛泽东是一个 董必武艳建英 当初陈毅 你要学诗词的时候 向毛主席请教 毛主席说 董老公武言 建英善其律 如遇学诗 可向台湾人请教 就董必武艳建英 厉害 那么陈毅后来写诗 好多是打优诗 诗求是说水平不高 但打优诗我也背 你看什么 我爱读杂文 鲁迅七座队 打击方向准 是非言分类 又加文慈美 讽刺有深味 我在延安时 有个王十位 他一写杂文 讽刺破尖锐 骂我眼睛 希望我开舞会 笑一分几色 笑识分几类 七十在彼时 延安捡苦背 重庆拘老奖 两届有地匪 十位专不打 专业革命队 逼者叶百合 甘为狄作祟 我后来想 被这个意也不大 是人啊 可是由这个事 我记住了 当时延安整风的时候 的王十位问题 王十位写的 叶百合是怎么回事 他客观上等于 我今后再跟人 讲王十位这件事 我说当时陈毅 写了一首这样的事 这是一个历史活见证 叶建议写 西山有红叶 归系归系 西山不可以久留 陈毅写 西山有红叶 双重色欲浓 革命一如此 斗争见一凶 后来叶帅在西山 满山香山红叶的时候 决策抓私人帮 你这不就是 最好的一个历史佐证了 就是说文学和历史政治 是结合在一块 所以根深蒂固 很多朋友想学国学 好的东西都是互相印证 就是你的知识体系 你像搞新闻评论 那肯定是你的社会学 法学 经济学 互相印证 你才能把这个东西挖深了 很多朋友想学国学 不知道该怎么入手 你给指条路 国学是个伪概念 你知道国学是什么 国学是以后黑学 叫打底的 中国生存智慧的几大城 很多人就觉得 国学都听那八个字 叫取气精华 气气糟粕 我告诉大家 你永远做不到 为什么 你永远做不到 取气精华 气气糟粕 为什么 国学的东西 是精华糟粕并存的 你把糟粕摘了 精华就没了 我说我们现在 从说迷信的角度说 阴阳啊八字 这都是假的 可是你把这个摘掉了之后 咱们传统文化 好多东西推行不下去了 无论是中医 还是儒家文化 都以阴阳五行理论为基础 就是你去了这个 就没了那个了 所以我们学国学 兼收并训 你都要学过来 然后你什么有用 什么再甄别 再一个精华和糟粕 也不是说是永远的 此一时彼时 这个时候是精华 可能下数就是糟粕 看你怎么用 让你推荐一些 国学的数目 对大家大众 会有点收益的 你觉得怎么入手 主要是对成年人 我不做推荐 不推荐 因为你基本都定型了 说白了 你这辈子就这样 小孩 小孩呢 现在很多人 孩子被弟子规 弟子规 就像我说的 刚才李安说那番话 正确无比的废话 入作校出自地 富二中尔亲人 有余力则学文 这东西都是废话 真正我觉得 对孩子有好处的 我隆重地向大家推荐 两本蒙学教材 一个叫诸子之家歌言 一个叫曾广闲文 诸子之家歌言是什么 讲家里的规矩 你记住 人没有文化 没有能力 你能活下去 还有慈善机构管你 但是你不懂规矩 你活不下去 你寸不担心 诸子之家歌言 就教你家里家外的规矩 你像他说 兄弟书直 须分多认寡 掌用内外 以法处慈言 见四而起 银心抱在妻女 逆院仍按见 获言子孙 居身物气简朴 交子要一方 子孙虽远 祭祀不可不成 子孙虽欲 经书不可不读 就这些东西 都对你讲来 你的成长和长辈相处 乃至你成家 有媳妇有孩子 过日子你老了 一辈子收益 就这个东西 我觉得是 中国文化精华里精华 还有曾广闲文 曾广闲闻都是运文 押运也对账 朗朗上口好记 什么呢 人善被人欺 马善被人欺 人恶人怕天不怕 人善人欺天不欺 善恶到头终有报纸 正遭与正迟 但将冷眼观螃蟹 看你横行到几时 彩色红莹马色心 不是亲者相类亲 一朝马子黄金进 亲者如同陌陆人 平均闹事无人问 夫在深山有远亲 你把这话拿到评书里 那就是 穷人在十字街头 使师方抓钩 抓不住亲朋故友 富人在深山老林 用刀枪棍棒 赶不散无意宾棚 大丈夫掌中枪 翻江倒海 南抵鸡汉穷三字 有钱男子汉 无钱汉子男 英雄至此 未必英雄 这个东西 孩子记起朗朗上口 跟谁说都能懂 所以我说 传统文化的精髓在这 它体现了高度的精识之用 而绝对不是素质高格 或者当作高大上的东西 仅仅作为语言宣教的方式 不是那样 好 聊聊周易八卦是怎么回事 还有问这话 还有问这个的 这个可能 好说吗 好说没问题 周易八卦是那样 它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部分 那个周易呢 在过去有句话 学了易经会算卦 学了诗经会说话 我是打小背的这些东西 当时背的时候 很多人说 这东西就算卦用的 但后来发现不是那么回事 它有非常深刻的 中国传统哲学的道理 八卦是什么呢 这个 它是阴阳五行 学说的一种延展 就我们说 道生一一生二 二生三 三生万物 太极生两一 两一生四象 四象生八卦 这八卦呢 从形上来讲 咱们看韩国的国旗上面 当然那是四卦 那形就是个阴阳云 一阴一阳 这为两一 两一就是指阴阳 整个这行为太极图 外边那个八个符号 为八卦 八卦是哪八卦 前坎耿镇 迅力困队 为八卦 很多人说 我记着完太飞机 我告诉大家口诀 打小 这是我家里人跟我说的 它不是有这 连着这一横 这叫羊咬 就属羊 咬是两个叉字的咬 中间断开叫阴咬 这个所谓的那个八卦呢 就是由三个这样的连着的 或者不连着的构成的 哎 前坎耿镇 迅力困队 你怎么记呢 前三连坤六段 这养鱼 耿复晚 离中虚 坎中满 对上去 迅下断 有技术了 前卦呢 是三横都连着 都是羊咬 坤卦是这六横断开 这位阴咬 前三连坤六段 这养鱼 耿复晚 正卦呢 就像一个仰面朝天的盆 养鱼嘛 弹鱼的鱼 就前面 上面这俩是断开的 底下底是实的 底不能漏 正养鱼 耿复晚 耿挂就像扣着的一个晚 里头是虚的 下面这俩是虚的 上面这底是实的 离中虚砍中满 离挂中间是断开的 砍挂中间是实的 离中虚砍中满 对上去 迅下断 对挂上边是断开的 迅挂上边是实的 所以就前三连坤六段 正养鱼 耿复晚 离中虚砍中满 对上决险下断 你就把八卦记住 很多人有这个需求 看来是他想 用在生活中的某一处 你觉得这怎么用呢 他想预测 对呀 想预测自己的未来 这个预测你不到一定 道行是做不了的 我一直认为 周一预测呢 有一定的道理 我给大家讲个事吧 由这个研发出来的八字 八字呢 咱们什么叫八字 你出生的年月日时 这位四柱 比方说年 人家今天讲 鬼四年 已未年 每个年上天干配地支 年月日时都有 某某年 某某月 某某日 某某时 都是天干配地支 四乘二是多少 八个字 八字就这个意思 八字呢 我给大伙讲一个 当年我身人的事 中国有一个八字 特厉害的主 是谁我不说了 他祖上是 两宋时候的理学家 他是他的二十九世孙 九九年在北京 我碰着他 他就说 说是你这么点 说说 对这个还感兴趣 因为他听我说两句 我考考你 他就给我念了一个八字 什么人子 鬼四 心四 人吟 八字 给我 说你给批一下 我说这个人呢 活不过四十 注中有杨刃煞 就是动刀兵死的 不是让人砍死 就动手术动刀死的 儿女双全 这个人也文武双全 完了我批系列 批完了 他说基本正确 你还有基本功 我说这谁八字 岳飞的 三十九死的 封本亭 就这种东西 我们现在不是讲 封建迷信 祖传了这么多年的东西 你说他完全是迷信 没道理 我们现在很多人 推崇中医 那中医几千年下来 不用这个 给谁看病了 谁怎么治好的 有人拿这个来说中医 那为什么预测学 到几千年下来 你说他就是迷信呢 就胡说八道呢 不合理 只不过这门学问 我们没有完善好的 他里头有诸多的披露 咱们一眼就明白 你想想地震来的时候 耗子从洞里出来 鱼从水面跳出来 低等生物都有如此预测功能 为什么人没有呢 你能理解吗 它只不过就是 我们人一开始 能力越来越大 就不依赖这个了 不用这种本能预测了 猴子从树上下来 直立行走 尾椎没了 人就没有尾巴了 人开始有病的时候咋办 采天地精气 居日月精华 是烂泥的打滚 我进行治好病 这叫内求法 后来咱们能点滴 有药了 有什么抗生素了 外求法 外求法时间长了 我们内在抗病能力就会下降 就当我们不用预测的时候 用则进 不用则废 所以这门学问 我们现在需要完善的 你不能够迷信俩的 就像风水 风水我们言乱言去发现 它是一个天文 地理 心理学 建筑学 光学 磁场学 一种综合 只不过过去人不理解 把它包装上很多神秘主义外衣 我们现在要做的 就是把传统运策学的 一些神秘外衣 把它不掉 不合理的东西拿掉 所以你要是喜欢周易八卦 没有错 问题是 你很难弄懂它 我为什么能看懂这些书 三明通会 冤海子平 奇闻顿讲 是因为打小的国学底子 这些字我都认识 你说五行 金木水火土 什么叫相生 怎么叫相克 金刻木木刻土 土刻水刻火 火刻金 金生水 水生木木生火 火生土土生金 金能刻木木间金折 木能生火 木朵火灾 这基本的道理 你早就懂得 哪个字都认识 可是你拿起一本预测的书 你没法看 这一页里头有不少字 你不认识 哪个词啥意思 你比方说 消 观 因 才 杀 命工 你懂吗 不懂 这叫横拢地拉车 一步一个坎 你没法弄明白 所以你看起来就很枯燥 所以说传统文化 是个系统工程 你不可能从其中一点突破 就是拿起块板 这薄我就钻个眼 传统化你做不到 它阴阳五行 是个系统的东西 就你只有所有的都推一遍 你看中医 过去有个说法 叫秀才学医 如泥脱皮 因为中医 我那背唐头歌 背什么本草什么的 都是中医的阴阳 都是阴阳五行理论 你不懂这个 你没法干 所以过去知识分子儒家 叫不为良相 即为名义 就是我要不能做国家宰相 修身欺佳 治国平天相 我就当悬乎济世的医生 为什么呢 医生得有知识 得有文化 好 怎么看待 最后一个网友的问题 怎么看待网红 你先说说 你自己想不想成为网红 我就想成为网红 不想成为网红 我上这儿来干嘛 优酷就是培养网红的大本营 而且网红是什么 现在网红这个词 快代替媒体人 就曾经电视台 有俩女孩来很兴奋 她俩是网红 电视台找做节目 还能拿到劳务费 她俩非常高兴 我就想电视台 找大量网红来了 我们这些传统媒体人 怎么办这问题 网红是什么 就是网络时代的 受公众关注的人物 所谓网红就是公众人物 没有什么区别 所以我说网红 你只要想抛头露面 谁不想做网红 若要卖脸朝外 我们这个展示说明是 一个老网红开始了新长征 加油 希望你在这条路上 对吧 能够超越自己 能够越走越顺 越走越顺 希望好多网友的支持 而且咱们今天也给大伙 有点签名的照片 通过这个大伙参与程度 陆续给大伙发 我的照片有好处 别看我长这样 挂到门头能避邪 你要挂窗头还避孕的 那个梁老师有200张 对吧 我也有 我们俩一块 50张 我们俩准一块 我俩就250 好 如果是这样的原因的话 再给你凑100张 希望大家赶紧关注 我们大唐雷音寺 到时候想学 好好说话的人 都可以在这个平台上 找到你自己的 今天你要是没有收看全力 不要紧 在大唐雷音寺微信公众号 和优酷的平台上 我们会把今天直播的精华部分 剪辑出来 小耳精的节省你时间 所以咚咚咚 梁老师的第一次直播首秀 马上就要结束了 我好遗憾 我的第一次就这样结束 我跟你说 我还没有来得及问你的感情生活呢 怎么三个小时这么快就过去了 不过我相信有了第一次 还会有第二次 以后我一定要问问梁老师 第二次我就不紧张了 以后我一定要聊聊梁老师 你的感情生活经历 现在还在镜头里吗 还在镜头里吗 好 可以 可以结束了 可以结束了 好吧 亲爱的网友 来 脱衣吧 拜拜